中国海洋调查船周日在冲绳附近海域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停止作业 不过日本政府周一表示海域是属于日方专属经济水域已向中方提出了抗议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 七点过后当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艘测量船朝阳在冲绳县九米岛西北约170公里 日本专属经济水域作业时 中国海间66号海洋调查船接近日方船只 并通过无限用英语喊话近20分钟 称现场是中国法律管辖海域 要求日方船只立即停止作业 朝阳号测量船随即用英语回答 现场是日本专属经济水域并没有中断作业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腾孙修周一表示 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进行了抗议 海间66号调查船已在东京时间周一 早晨八点半离开现场海域 日本海上保安厅称 这是中国船只第三次在日本专属经济水域 要求日方船只停止作业 凤凰卫视 李淼 洪建刚 日本东京报道